近两年,房地产市场确实受挫,众多专家呼吁救援。 简言之,房地产在中国的重要性不可忽视,涵盖了广泛的领域,如房贷、土地转让、原材料、家具、家装、家电、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等,而且许多大规模项目也依赖房地产资金支持。 由于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、美育问题时,房地产总被视为解决方案,这也导致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。 此外,民众普遍认为攒钱购房而非消费是明智之举,这种观念在房价持续上涨时形成。 遗憾的是,这种节俭购房的观念推高了房价,导致了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困境。 从另一角度看,房价飞涨并非完全不利,这主要取决于你的立场。 例如,如果你是早期入市或是拆迁户,那么你可能比他人少奋斗了许多年。 这并非夸大其词,例如在2015年左右,我有位同事以500万购买了中关村的一套学区房。 虽然当时众人认为他过于冒劲,然而短短一年内,他的房产价值就增长至1000多万。 这样的收益,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生难得一见的。 对许多人来说,房价的疯狂上涨就如同把他们的一生陷进,而对其他人,却像是轻松享受着别人的努力果实。 明显的,这场飙升的房价盛宴中,年轻人的处境更为艰难。 如果你的父母拥有多套产业,那你可能能在毕业后享受到一些好处。 然而,如果你的家庭并无财产,你努力走上大学,迈向大城市的路,毕业后可能会面临比考上大学更大的挑战。 自2017年起,房价开始了极其分化的趋势,贵的房子涨幅大。 相反,入手价低的房子反而可能遭受严重的跌价,包括北京在内。 北京的豪宅和学区房价格一路攀升,而其他普通房源却持续走低,销售困难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年轻人是否会无所作为,任其摆布呢? 有些人的确选择了那么做,即使是在2018年,他们还在努力贷款买房。 但更多的年轻人,由于自身能力限制,无法做出如此大的投资。 面对不能改变的现实,他们选择改变自己的观念。 不少年轻人选择不婚不遇,仅仅满足自身的需求,减少家庭的压力。 这样的观念转变,也让生育率逐渐下降。 我记得,有人在网络上讨论今年只剩了800万,这比起5年前的1700万,实在是陡然下降。 这种快速的生育率下滑,确实让人觉得惋惜,也算是一种史诗级的暴跌。 现在,回头看,上文所述的缩减消费投资资产的观点,无论从道理还是逻辑上看,都无可挑剔。 然而,这其中明显的代价是,我们必须极度牺牲年轻时期的生活质量。 这种过度的生活质量压缩,已经影响了90后和00后的生活观。 一次与95年生的同事共参时,他的观念让我感到惊异。 谈及生育问题,我意识到他应该已经到了考虑生孩子的年纪,但他似乎对此并无兴趣。 他年收入可观,但却坚决表示不胜孩子。 一方面,他和女友担心生活琐事,特别是听说新生儿的夜间照料会让人精疲力尽。 另一方面,他们因无法承担学区房的高昂价格极其可能的负面后果,如孩子未来学业不佳而犹豫生育。 他甚至认为生活质量如物质和能量,应该是守恒的。 年轻人买房后的生活质量下滑并非消失,而是转移到了银行和购房者那里。 所以他的原则是尽可能避免困苦,不愿为他人做牺牲。 如果所有人都承受同等艰难,也许就成了共同的命运,大家默默承受。 但实际情况是,年轻人承受着巨大压力,而看到另一批人奢侈挥霍,谁能容忍这种状况? 你期望我辛勤工作就是为了给你牺牲利益吗?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高位接盘的可能性,于是出现了僵持的现状。 我惊讶地问他,这是你个人的观点,还是你们所有人的共识? 他表示周围的人基本都持同样的想法,并且最近看到生育率下降的新闻时,他们感到一种痛快。 明了年轻人的想法,我们就能理解生育率为何会低迷,并且有可能继续下滑。 我一直认为,所有所谓的红利其实是债务的另一面。 例如,人口红利转化为老龄化的负担,因而朝一代的强大活力最终会变为养老的压力。 房地产红利更是隐含着巨大债务,年轻人为了房产和生儿育女,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年华。 这无疑抑制了生育率超大规模的房地产债务孕育了关联产业的繁荣,但现在这些产业都面临过剩的困境。 继续救济房地产只能延缓问题,无法解决根本的产能过剩问题。 以一个45岁的中年人为例,他曾在家具行业年薪80万,但随着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衰退,家具行业也随之违离,如今他连基础服务业的兼职工作也难找。 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,行业从稀缺走向过剩,最终从业者备受困扰。 即使政府再次刺激房地产,让它重演2016年的繁荣,也只是暂时的,因为根本问题,产能过剩仍然无法解决。 这只会让从业者延缓几年再去寻找新的职业。 目前,大多数专家学者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人口问题,很少有人从个人角度去思考年轻人的困境和恐惧,以及他们的生育决策背后的痛苦。 然而,解决问题需要从基层开始,而非仅仅依赖顶层设计。 在日本等地,酬劳现象愈演愈烈。 年轻人抱怨老一辈占有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,以至于他们自己处于贫穷的境地,连起点都难以达到。 他们不仅恨有钱的老人,也对无钱的老人抱怨不断,因为他们需要用税金来供养这些老人。 在他们看来,所有的问题源于他们的原生家庭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,高昂的房价更是束缚了他们的前途。 因此,我现在认为,如果房地产业不能继续扩大,那就应该让它自然衰退,因为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,衰退并不是彻底消失。 就像在美国这样的成熟社会里,房地产仍然是重要的支柱。 然而,我们应该转变观念,不再将房地产视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。 转型之路固然痛苦,但逃避问题并不是解决办法,我们需要寻找新的,可持续的发展道路。 否则,我们只会一直推迟找到解决问题的时机。 我们应该让市场自然发展,不再刻意推高房价,也不应强迫公众背负更多的债务去救助房地产业。 我们应该让公众有权自由选择消费,通过正常的消费推动产业升级,而不是让房地产相关产业无休止的膨胀,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。 一旦人们接受了经济周期的概念,他们就会明白,衰退或者说萧条并不全是坏事。 在这个阶段,落后和过剩的产能会被淘汰,经济才能重新健康起步。 每次新技术新产业的诞生,都伴随着旧产业的衰退。 如果旧产业执意不退出历史舞台,持续占用大量资源,那么长期下来,问题只会愈发严重。